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是周日 我们继续讲少有人走的路 现在我们讲的是他的第一本书 第二章爱的最后两个小节 爱与心理治疗 15年前 我进入心理治疗这一行 当时怀有怎样的动机 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 当然我相信自己志在助人 其他医学门类也有助于人类健康 但在我看来 其治疗程序过于机械化 我难以适应 我觉得与患者深入沟通 比起把手放的患者身上摸来摸去的 检查病情要有趣得多 人类心智的成熟过程 也比肉体或病毒的变化更吸引我 我当时并不知道 大多数心理医生如何帮助他人 我只是设想 他们会使用某种符咒或魔术 神奇地解开患者的心结 我也一直渴望成为这样的魔术师 我并没有想到 我的工作不仅关乎患者心智的成熟 与我自己心智的成熟也有关系 在实习前十个月 我负责照顾病情严重的住院患者 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药物 电磁治疗以及专业护理 而我的作用不值一提 不过我还是学会了传统意义上的符咒 与患者进行心理互动的技巧 此后不久 我开始接待第一个患者 这里暂且称他为马西亚 马西亚每周看病三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对他进行的治疗 一直令我感到难受 不管我要求他谈什么 他基本上坚口不严 他也不肯照我提供的方式 说出更多的心理话 甚至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在某些方面 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大相径庭 经过一再努力 他多少做出了调整 我也采取了更多样的治疗方式 可是尽管我掌握各种治疗技巧 却不能给马西亚带来更大的帮助 经过一段治疗 他还是恶习不改 像过去一样 他总是放纵地与多个男人交往 几个月以来 他始终向我炫耀 有增无减的恶劣行为 就这样过了一年 有一天 他突然问我 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对于怎样回答他的问题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只是含糊地问 你似乎是想知道 我对你为人的看法 他说 他正是这个意思 那么接下来 我该说什么呢 应该采用哪一种符咒呢 难道我应该回答 你为什么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觉得我对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或者 马西亚 我如何看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 归根到底 我没有做出这些避重就轻 不痛不痒的回答 它们只不过是逃避性的顿词 马西亚在长达一年时间里 坚持每周看病三次 我有理由 给予他诚实的答案 但是 对于他的问题如何回答 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先例 也没有哪位教授告诉过我 如何当着患者的面 如实说出 对对方人品和人格的看法 我在以前的医学教育中 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 别的医生同样没有 我相信说出心里话 就很可能陷入被动 我紧张地思考着 感觉心砰砰直跳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冒险 我说 马西亚 你来看病有一年了 说实话 我们的关系不是很顺畅 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抗 这是我们都感到无聊 紧张和恼怒 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告诉你 在这一年里 你能够忍受不变 一周接一周 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看病 表现出很强的毅力 如果你不是自尊自爱 追求成长的人 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你努力追求上进 怎么可能是无药可救呢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并不是无药可救 你也有资格得到我的尊重 不久 马西亚就从几十个 关系暧昧的男人当中 选择了最适合的一位 并和对方认真交往 他们后来结婚了 生活幸福 她再也不是那个自暴自弃 过于放纵的女孩子了 自从我们那次谈话以后 她开始更多地敞开心扉 除了缺点 她还会说起自己的优点 我们无谓的对抗也消失了 治疗越来越顺利 她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我采取了冒险的治疗方式 不仅使她态度逆转 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而且对她没有任何伤害 既保证了治疗的质量 也成为治疗过程的转折点 上面的事例 可以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启示呢 心理治疗者是否总是 应该开诚布公 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患者 当然不见得 心理医生 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采取恰当的治疗手段 而且要基于一个基本前提 医生必须诚实地对待患者 而且要始终如一 作为医生 我尊重而且喜欢马西亚 这也完全是出自真心 而且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 对于她有着特殊意义 尤其是在我们相识已久 治疗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 治疗出现转折 与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无关 而是与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出现进展有关 在治疗另一位患者期间 姑且称她为海伦 也出现过类似的戏剧化的转折 海伦每周看病两次 过了九个月 病情仍没有起色 我对她本人也缺乏好感 相处了很长时间 她还是戴着厚厚的面具 我不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陷入迷惑和懊恼之中 连续几个晚上研究她的病例 却没有任何收获 我唯一知道的是 海伦不信任我 她抱怨我不关心她 甚至说我只关心她的钱 九个月后的一天 她在接受治疗时说 派克大夫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沮丧 你不关心我 也不在乎我的感觉 你让我怎么和你沟通呢 我回答说 海伦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沮丧 我不知道 你听了我的话会怎么想 但是 说实话 我从业十年来 你是最让我头痛的患者 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和患者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在治疗上却毫无进展 或许你觉得 我不是适合你的医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愿意半途而废 可你的确让我感到困惑 我想不通 我们之间的合作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海伦突然露出了 开心的笑容 那么看起来 你还是关心我的 她说 嗯 我问 要是你不关心我 也就不至于感到沮丧了 下一次见面时 海伦完全变了样 她过去对很多事情 避而不谈 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 她原原本本地 把她以前的经历和感受告诉我 不到一个星期 我就找到了她的症结 并且迅速确立了 理想的治疗方案 我在治疗中的反应 对海伦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做出恰当反应的前提 在于我们的交往 越来越深入 在于我们都为治疗 付出了努力 心理治疗不是依靠 单纯的激励 不是借助于任何符咒 或采取特殊治疗方式 而是依靠医生与患者 对治疗过程的共同投入 治疗者必须为了患者的成长 而进行自我完善 承受没有退路的风险 他们要始终如一地 关心患者 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 换句话说 真正的爱 是让心理治疗 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 如今 西方的心理学著作 其数量之多 让人眼花缭乱 却大都忽视了爱这一话题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印度教派的智者指出 爱是力量的来源 然而在西方心理学著作中 只有个别分析心理治疗 成败得失的文章 才偶尔提到爱的问题 而且 他们顶多是提到 亲切感 同情心等特质 对心理治疗的帮助 爱这个题目 似乎令心理学家们感到尴尬 一直极少提起 这种情形有诸多原因 原因之一是 我们常常把真正的爱 与浪漫的爱情 混为一谈 此外 我们偏重于所谓科学治疗 认为它更加理性 更加具体 是可以测量的一种治疗方式 而心理治疗 当然也应属于 科学治疗的范畴 相对而言 爱是抽象的事物 是难以测量 超乎理性的事物 因此不能归入科学治疗之列 专家们对爱 闭口不谈 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们认为 医生应同患者保持距离 这种传统的治疗观念 根深蒂固 著名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 对这一观念的信奉程度 甚至有甚于弗洛伊德本人 根据他们的观点 患者对医生的爱 都属于疑情 医生对患者的爱 则属于反疑情 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他们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应该竭力避免 我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 疑情一向被视为 一种不恰当的情感反应 但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 能连续几个小时 倾听患者的心理化 既不随意打断患者 也绝不妄下断言 他们能够给予患者 从未有过的关心 大幅度减轻患者身心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爱上医生 完全是正常的反应 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疑情的本质 决定了它可以阻止 患者真正爱上医生 毕竟疑情只是短暂的心理现象 可以使患者初次感受到 情感的力量 从而更容易使治疗产生效果 有的患者配合治疗 听从医生的建议 并借助治疗 使心智变得成熟 医生对这样的患者 具有好感 乃至产生爱意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在治疗中 缠入亲情成分 可使治疗更有起色 此时心理医生 对患者的爱 就如父母 给予子女的爱 许多人产生心理疾病 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缺乏父母的爱 或者得到的是畸形的爱 医生给予患者 更多的爱和关心 才能够使他们的心理得到补偿 使疾病更快地得到治愈 心理医生不能真心地去爱患者 就无法使治疗产生疗效 更不要说立竿见影了 不管心理医生 受过多么好的训练 没有真正的爱 或者缺少自我完善 心理治疗只会以失败收场 由于爱和性 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不妨 对医生和患者的性行为 略作探讨 心理治疗具有爱和亲密的元素 因此 患者和医生 容易彼此产生性的吸引力 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 也跟着增加 有的心理学同行 对那些跟患者 发生性行为的心理医生 大加痛斥 其实他们未必 真正了解其中原因 坦率地说 假如我经过细致的权衡 判定要使患者的心智 得到成熟 就必须和其产生亲密的关系 包括性行为在内 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这种方式 不过 在我15年的从医生涯中 至今还未出现过 这种特殊情形 我也很难想象 会出现这种情形 正如前面所述 称职的心理医生扮演的角色 基本类似于 称职的父母的角色 显而易见 称职的父母 不可能跟孩子 发生性行为 父母的职责在于 帮助孩子成长 而不是利用孩子 满足自己的欲望 有责任感的心理医生 会尽可能地 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而不是通过患者 满足自己的需要 父母应该鼓励孩子 追求独立 这也是医生 对患者承担的责任 在没有这种责任感 作为前提的情况下 假如某个心理医生宣称 他跟患者发生性行为 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 而是为了鼓励患者 走向独立 那么他的话 就必然是一派胡言 无法叫人信服 当然 有的患者的确有性引诱倾向 容易把自己 同心理医生的关系 转化为某种性关系 这只会妨碍 他们的自由和成长 现存的一些理论 以及为数不多的证据证明 医生与这样的患者 发生性行为 只能使患者的心理 变得更加依赖 妨碍他们心智的成熟 即便医生和患者 没有发展到性行为阶段 只是谈情说爱 也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我在前面说过 如果陷入情网 自我界限会出现崩溃 其独立性又会出现 大幅度倒退 如果医生同患者陷入情网 就无法客观面对患者的状况 也无法区分各自的需要 医生如果爱患者 就不该轻易同患者谈情说爱 医生必须尊重 被爱者独立的人格 区分自己和患者的角色 有的心理医生甚至认为 除了治疗以外 其他时间不可以 同患者私下接触 我尊重这一观点的出发点 不过我觉得不必做出 如此严格的规定 当然 我过去在这方面 有过失败的经验 我私下同一位患者接触 对于其治疗 却没有多少帮助 与此同时 我和别的患者私下交往 结果彼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我也曾为几个好友 进行心理分析和治疗 而且都取得了成功 通常说来 即便治疗成功告一段落 医生也应该冷静而谨慎 保证自己与患者的私下接触 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 既然现在心理治疗理论 敢于一反传统 把心理治疗 界定为真正的爱的历程 那么反过来说 真正的爱 能否使心理治疗 更有成效呢 如果我们真心 去爱自己的伴侣 父母 子女 朋友 我们能为促进 他们的心智成熟 而进行自我完善 这是否也意味着 我们是在对其 进行心理治疗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我的妻子 儿女 父母和朋友 出现了心理疾病 整天不是胡思乱想 就是自我欺骗 或不幸出于 其他困境之中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帮助他们 与他们密切沟通 尽可能改善 他们的状况 在此过程中 我会忍受痛苦 遵循规矩形式 从而实现自我完善 我对待他们的态度 就如同我对待那些 付钱找我看病的患者一样 我从来都不曾设想过 把职业生活同 私人生活一分为二 我不可能因为家人朋友 没跟我签署过保证书 没有付给我任何医疗费 就对他们置之不理 假如我不肯把握每一个机会 运用学到的知识 尽可能去帮助我所爱的人 努力促进他们的心智成熟 我也如何算得上 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好儿子和好朋友呢 而且我相信 我的朋友和家人 也会以同样的态度 对待我 帮助我解决各种问题 尽管有时候 我的孩子们 对我的批评过于坦率 他们提出的所谓忠告 也不见得有多么成熟 但毕竟使我得到 不少的启示 我的妻子给我的帮助 也绝不少于 我给她的帮助 同样 假如朋友对我的 个人问题视而不见 从未给过我任何 出自真心的关怀 我也不可能 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 事实上 没有亲人和朋友的 指导和帮助 我的成长与进步 就会大大滞后 所有建立在 真爱之上的情感关系 其实都是互相勉励 共同促进的 心理治疗关系 当然 我并非一直是这样 看待上述问题的 过去 我对妻子 给予我的赞美的重视程度 要大于她对我的批评 我对她的依赖性的培养和扶植 绝不亚于我对她的独立性的支持和鼓励 作为父亲和丈夫 我仅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衣食提供者 我的责任就是给家里带回火腿和熏肉 而我理想中的家庭 应该是个气氛温馨 而不是充满挑战的地方 我曾认为心理医生在职业生涯之外 经常对朋友和家庭成员进行心理实践 不仅是危险而有害的 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除了对滥用职业能力的恐惧以外 懒惰也助长了我的上述意识 给家人提供心理治疗 当然也是一种工作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显然比工作8小时更辛苦 医生也常常怀有这种心理 他们喜欢那些怀着息迹和渴望 主动涉足你的专业领域 主动寻求你的帮助 想借助你的智慧而获得知识的人 他们喜欢那些愿意付费给你 让你为他诊断和治疗 并且每次都限制在50分钟以内的人 他们不太喜欢那些 把你的关怀视为应尽的义务 随意对你提出各种要求的人 他们也不太喜欢那些 从不把你当成权威人物 也不会恳求你给予指导的人 事实上 对家人或朋友进行心理治疗 照样需要自律 其强度绝不亚于在办公室里的工作 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爱和努力 在我看来 一个人坚持不懈 跋涉在心灵成长的道路上 爱的能力就会不断增长 假如心理医生被外界因素过多的限制 就不应超出自己爱的能力范围 勉强尝试职业之外的心理治疗 缺少爱的心理治疗 不仅不可能成功 而且还会带来危害 如果你每天能爱六个小时 那么你应当感到满意 因为你的爱的能力 已经强于大多数人了 心智成熟的旅途是漫长的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自我完善 是自己具备更强的能力 只有这样 你才能对朋友和家人进行心理治疗 在所有时间都能去爱别人 这是一种理想 一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才可能最终实现的目标 在短时间内 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从另一方面来说 即便是外行 只要他们富有爱心 即使没有接受过严格训练 也能够进行心理治疗 换句话说 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 不仅适用于职业心理医生 也适用于一般人 有时候别人会问我 治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告诉他们 当你自己成为不错的心理医生的时候 这一结论 其实更适用于团体治疗的成员 许多患者不喜欢这种回答 有人说 这太难了 要做到这一点 意味着我和别人交往时 一直都要处在思考中 我不想那么辛苦 只想活得快乐些 我则提醒他们 人际交往是彼此学习和教育的机会 也是给予治疗和接受治疗的机会 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既不能学到什么 也不能交给别人什么 即便如此 患者们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畏惧 他们说的是心理化 他们不想追求过高的目标 不想让人生过于辛苦 因此 即便是接受最有经验 最具爱心的心理医生的治疗 大多数患者也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潜力 他们到了某个阶段 就会匆匆结束治疗 他们或许能够咬紧牙关 踏上短暂的心智成熟之路 甚至走过相当长的距离 但终归难以走完全程 心理之旅过于艰难 使他们只满足于做普通人 爱的神秘性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爱是神秘的 迄今为止 爱的神秘性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我回答了有关爱的诸多问题 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解答 譬如 爱究竟从何而来 有的人为什么始终缺乏爱 爱是推动心理治疗的重要元素 而爱的缺乏则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的人成长于缺少爱的环境 经常遭受别人的忽视和虐待 却健康地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 他们长大以后 即便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 没有得到更多的爱 为什么仍然能健康成长 甚至接近完美呢 与此同时 为什么有些人的病情 不比其他人更为严重 还得到过最睿智 最有爱心的医生的治疗 病情却始终没有起色呢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 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也许我的回答 不能使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满意 不过我希望它多少 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我在论说爱这一题目时 牵涉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我通常略去不谈 或一笔带过 譬如 当我的爱人第一次 一丝不挂地站在我的面前 任由我欣赏他的动体时 我的心中会燃起一种 特殊的情感 那是一种敬畏的感觉 这种敬畏感 由何而来呢 既然性爱是人的本能 我就应该感到性的冲动才对啊 单纯的性的即可 足以维持种族的繁衍 可敬畏的感觉又有什么作用呢 性爱的行为中 为何还有敬畏这一因素呢 我为什么会体验到美呢 美又是从何而来 我说过 真正的爱 其对象一定是人 只有人的心灵 才具有成长的能力 可是我们又如何解释 其他形式的美 同样能够带给我们 强烈的爱的感觉呢 比如 从事木雕的工匠 偶心沥血 创造出的不朽的艺术杰作 还有建筑于中世纪的 精美绝伦的圣母雕像 以及古希腊特尔斐城 那座战车遇者的青铜像 这些作品都没有生命 可是他们的创作者 不都是怀着无比深厚的爱吗 他们的美不正是来自 创造者真诚的爱吗 大自然的美 不是同样让我们清新吗 我们有时把大自然 称为伟大的造物主 这并非没有道理 为什么面对美 我们会奇怪地产生哀愁 乃至欲哭的冲动呢 为什么几小时的音乐旋律 会让我魂牵梦绕 唏嘘不已呢 我清楚地记得 多年前 我六岁的儿子 做完扁桃线切除手术 从医院回家的第一个晚上 见我疲倦地躺在地板上休息 就跑过来抚摸我的背 我的眼眶瞬间涌出了泪水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显然 爱的许多方面 人们至今仍难以了解 单纯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和观点出发 未必能解答这些问题 心理学提供的关于自我界限的知识 祈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真正了解爱的秘密的人 也许是那些潜心研究宗教的人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 下面我要转向宗教这一领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 下个星期呢 我们会开始第三部分 成长与信仰 这一部分呢 是和宗教有关的话题 同时我会在YouTube频道 开一个专门的 少有人走的路的播放列表 这样呢 大家可以从头开始听这本书 好 谢谢 再见